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圆 这部影片将会记录着我跟Cherry两个人的瑞士之旅 因为我们昨天就已经拍完了我们的炸灶 然后刚刚拍摄团队他们就已经坐飞机回KL了 然后我跟Cherry两个人就从Jurich大火车来到了瑞士的Uderboden这一边 然后我们刚刚就已经check in了我们这两碗的酒店 我一定要跟你们分享这一个酒店 OK,这边是门口,进来 然后呢,这边有一个空间,我们现在放着Lugage还没有收拾 所以这一边呢,就是一个厕所 OK,寿华厕所也没有到多么的特别啦,也就是干净,然后是简约的风格 OK,然后呢,这边是挂椅的 然后... 然后这边... 这边是... 这边是... 敢讲哦 OK,这边是... 床 然后这边有个电视机 Welcome OK,中头戏来了各位 这边... 还有一个厅 OK 这边有一个厅 中头戏来了 看到吗各位 你们看到眼前这个景色吗 打开 Oh my god 天哪 哇... 我们订这个酒店的时候,我们就是特别著名 我们要... Face这一座山这边 所以... 就有你们在眼前看到这一道阳台的风景 无敌 真的无敌 好啦,刚刚我跟Cherry就已经check in了酒店 然后我们... 现在走出来我们附近外面 刚刚就买了这个... 汉堡包 看到吗超大份的 差不多跟我脸一样 那个size 有吗 超大份的 然后我们现在选了一个... 一个很美的位置 我跟Cherry两个人坐在这边吃 这个是我们改酒店看出来的那个景 所以... 我们要坐在这一边 吃 OK... 所以... 我们先吃吧 YO 早安 今天是... 呃... 隔了... 一天 I mean 就是... 我们train in酒店的第三天 我们今天呢 就要check out了 昨天呢 我没有拍到vlog 是因为昨天我们都没有什么行程 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酒店里面 chill啊 休息啊 然后安排接下来其他国家的行程 这样子啦 所以昨天我就没有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东西拍 今天... 我们就order了这个... 早餐 其实我们昨天也是有order早餐 但是昨天我也是没有拍 今天我们order了这个room service的早餐 给你们 share一下这个风景 OK... 就是这个早餐 然后... 今年的天气不作美叻 那个云这样多 不然的话这边整个山丘是很美的 昨天的早餐叻 我有拍到story 可是我没有拍到vlog 所以... 因为今年的天气这个云 很不作美嘛 所以我就给你们看昨天的那个story 看到吗 非常漂亮叻 可是昨天也是有云啊 但是...今天的云是更加夸张的离谱的 我们前的云 看不到前面是什么 很夸张叻 这个云是不是不要给我们拍照叻 我们今天就是要order这些早餐来拍照 结果你看这个云 真可惜 我们等下就要check out了 check out去另外一间酒店 所以... 等下到我那个酒店了 时候我再给你们看看那个酒店长什么样子啦 自己也是很好奇 ok guys 我们现在check in了我们的第二间酒店 然后...这个酒店叻 比起...上一间叻 小一点 不是小一点 是小很多 然后风景也没有上一间降美 可是... 它的价钱好像比上一间鬼 因为这里的地理位置很好 我们这里酒店一走出去 就是那个... first sun啊 还有很多一些娱乐设施可以玩 总之这边就是很方便很多东西吃 然后游客叻 来瑞士叻 多数都会来这一区的 所以... 这边的酒店的价钱就会比较贵啦 然后...给你们看看一个... 几本的一个room tour啦 ok 门口进来 然后呢... 厕所 那厕所... 比上一间也相对比较小啦 然后叻... 这边就是... 房间 然后... 一个... 小厅... 这样子 它的风景叻 也没有上一间降美啦 但是... 我们也是一样选的是Mountain View 这边有一个... 椅子 坐在阳台这边 给你看风景 我们特地跟它注明 我们要飞行Mountain的 眼前这个叻... 就是... 小红书... 很火红的 每个人都讲 瑞士的 要打卡的景点 在梦幻山坡 这整个都是梦幻山坡 然后... 我们现在... 面对的这个就是梦幻山坡 但是... 面...呃... 但是梦幻山坡有更美的 因为它有很多面的嘛 然后它整座山 他们都称它为梦幻山坡啦 然后我们... 现在飞行的这个... 位置... 就没有到很梦幻很漂亮这样子啦 但是... 我会... 那我在上一集的那个... 婚纱... 拍摄婚纱那边 还有... 我有秀到你们看那个梦幻山坡 对... 所以你们可以去看回上一个影片 很漂亮很漂亮 nice... ok... 我们现在... 坐缆车... 山区... 上面那边... 我们要坐那个... 滑梯滑下来 所以... 我给你们看看... 蓝车的风景 ok... 我们现在要玩这一个... 玩这一个滑梯... 从这边... 滑下山... 哇... 小洪叔很多人推荐这样子的娱乐很好玩 所以我们就... 来try一下 ok... 对... 滑下去... 滑嘛... 滑嘛... 我不懂滑到哪里 总之就是一路上看风景 ok...各位... 现在我滑到中途 我掌控了它的那个操作技巧 所以我现在可以拍给你们看 看到后面的风景吗 哇... 这样子... 拉上来还是停 非常安全 所以非常推荐 如果大家有来瑞士的话 可以玩这个设施 这样子... 推上去是加速 压... 然后拉上来是停 哇... 非常容易操作 这个玩一次勒 是... 六块法郎 也就是... 差不多五倍的马比这样啦 然后... 我看小洪叔他们讲 玩一次是真的不够的 我是在中一瓶... 蛤? okok... 我帮Sherry拍照一下 哇...各位... 好好玩哦 哇... 哇... 喂... 给你们看这里的风景 哇... 可以开车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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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现在玩完了那个... 那个... 滑板车结束了 我们现在要下山 so... 一样是坐缆车下山 so... 现在我们下到山沟叻 就要去找晚餐来吃咯 肚子饿啊 ok... 我们现在两个人来到了这个吃晚餐的地方 嗨... 小姐 煮光晚餐叻 虽然没有煮光 可是有... 灯光 哈哈哈 来到瑞士叻 听讲就一定要try他们这边著名的这个... 起司火锅 然后这个是... 一锅的那个起司 然后下面有火在煮着 然后呢就是配它的面包 ok啦 你喂我啦 我try看哦 我给你try的啊 你给我try 我给你try 我怕很骚耶 哇是真的很骚喔 好骚喔 来 try 稍微... 吹一下 好吃吗好吃吗 真的啊 虽然被包布都吹也好了 还是讲它本来就讲 我给把它吃一点更好吃喔 它本来就讲 是好吃的 它有一点酒味 也没有 可是它酒味 它其实很香 很香啊 Good morning Sweezyland 我们现在在... 这间酒店的第二天 然后... 天气不作美 下雨 下起毛毛雨 然后天气特别冷 我发现我们来瑞士到现在哦 他们这边好像都不会下青棚大雨的咧 都是下这样子的毛毛的那个雨的 好像下雪这样 然后天气本身已经够冷了 才下起雨更冷 所以我今天要穿更加厚一点 所以我们今天的行程叻 本来我们是要在那边 你们看到吗 那边有小雨山 看到吗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叻 是我们今天本来要在那边吃早餐 然后打卡后面的那个山坡这样的 可是因为下雨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能在那边拍照了 所以我们今天只能够在... 印度里面吃... 早餐 然后希望明天的天气可以好一点 让我们在那边拍照打卡 今天我们的行程叻 就因为这个下雨 所以有一点耽误了啦 所以希望等下天气会有点好转 让我们的行程可以顺利的进行 我们现在再吃早餐 这是我们今天的早餐 然后不能够坐在外面这边吃 有点可惜 我们现在来到了瑞士的这个... 布里恩赤这个旅行店 然后呢 我们来这边叻 是为了这个... 蒸汽老火车 因为在小处看到很多人推荐这样说 这个蒸汽老火车咧 它一路上去的那个风景 真的是绝美的 所以我们就来这边 买车票 然后来体验这个蒸汽小火车 可是今天有一点遗憾的是... 呃... 因为这个蒸汽小火车 它是从山底一路驾到山顶的 可是因为它今天... 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关系还是怎么样 它只是驾到... 呃... 山中间罢了 然后又再下回山 所以今天的火车不会去到山顶 这个是... 蛮可惜的啦 但是不用请 我们主要也是... 体验下做这种很... 古老的 很复古的这种火车 然后... 看这一路上的风景的这种感觉 各位我们现在在这个... 蒸汽火车里面 然后刚刚开始出发啦 so... 我们很期待接下来会看到 怎样的美景 哇... 一整大片的雪山各位 哇... 天哪... 这个湖... 超大的 这个... OK 各位 我们坐火车 坐蒸汽火车来到上面了 可是我跟你们讲 这边... 因为海拔很高的关系 非常... 冷... 我的手啦... 已经是... 冷到... 很痛啊... 哇... 可是我们刚刚已经... 拍完了一些照片 so... 刚刚我跟你们提到今天的火车 没有去到山顶嘛 所以我们今天只是来到半山腰罢了 这个就是半山腰的风景 上面白白色的那个就是雪山啦 因为海拔很高的关系 所以那个雪一直不能融化掉 哇... 融卷上面真的会冷死掉 你们看上面那个白色的 全部都是雪的 哇... 我们没有带那种... 防冷的... 装备啊 尤其是我这种... 不是很耐冷的人 不像Cherry这样 还可以拖到剩一件背心在那边拍照打卡 我真是服了 一定要啊... 要挑战一下啊 我真是服了你 所以我现在好像感冒了 爽了哦... 感冒了咯... 面身病哪里都不用玩 为了美照什么都开 OK... 我们现在坐火车下山 现在等着另外一个火车上来 然后我们才能够走 下山的美景 哇... 去... 我这一步 vlog 我已经忘记我自己讲得多了 是漂亮这两个字了 我也忘记我讲得多了是美景这两个字 谢谢大家 阿宅 在睡 happ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